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米克夏 是路脚相 建商质疑 司法人怎么能当中资严管 立法院选后 突袭式排审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正案 不动产开发工会权联理事长 则认为此举非常不妥 强调该修正案存有三大争议内容 包括限制司法人购屋 预售屋禁止换员及检举奖金制度 孔幼使吹哨者乱吹哨 他也指出司法人购买房屋 采取原则禁止例外许可的审查措施 就算最终获得许可 又限制五年内禁止转让 无意是将司法人购屋限制门槛 市桶中资来台买房一样的严苛条件 那他也批评民间自由交易 要等待内政部排审 审议结果出来才能确定是否能过户 如此行政障碍造成买卖契约难以进行 行通法人购屋全面禁止 以过度干预方式 限制民众自主转移财产 是明显的危险 那他也强调去年7月起 房地合一税2.0上入后 已对法人买卖房地产 依据持有年限 克增至少35%以上中税 且将股权转移方式也纳入克税的对象 加上营运分配所得 还要再克28%的所得税 实质税率已高达60.4% 内政部对于法人炒房的疑虑 是否是想太多了 那他也指出 司法人购屋 暂反地产交易不高 且多数外商企业来台有办公室居住的需求 若都要需要内政部或是地方政府审核许可才能买卖 徒增的是繁琐的流程外 更会降低外商来台投资的意愿 那至于除了二等轻盈外 预售屋禁止换约 理事长也指出 预售屋勾期打三年 且因缺工营造成本的上涨 至少会再拉长半年 那若购屋民众遇到重大变故等诸多非自愿性的因素 又该怎么认定呢 那现在讲到这个又讲到法人了嘛 可能大家觉得法人买房子为什么不行 当然就是因为之前投资客炒作觉得太慢 那自己就开了一间公司专门来做炒作 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 政府把这个公司炒作好像定调为它是中资或是外资 因为大家向民众期待就是说 那你法案赶快过 再讲这些东西好像就变成是被骂房式皇牛嘛 你又想要房价涨 你们一定都是做建筑产业的啦 想要赚钱所以才这样讲话 不过讲实在话啦 之前有讲过嘛 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 如果说你的第二户全部都必须用法人来买 就是你必须开公司来买 政府干脆就是订定相关的法律 我觉得是最好了 因为你比较好管 你现在禁止的 但是问题是很多投资客的东西 你是管不太到的 你干脆是每个人名下只能有一户房子 当你要第二户的时候 你必须成立公司用法人去 然后你再订定法令去管理法人 这样就好了 我觉得这样是反而比较好管理的 那这样你同时可以处理到什么呢 什么人他名下会有两间房子 当然除了第一个投资客嘛 或者说一些公司资产 办公室的需求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 就是房东啊 那你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同时去解决 现在你在租屋市场 黑市化的一个问题嘛 那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是要出租的 不管是你要出租或自用 你都必须用公司来管理 那定期去缴税不就好了吗 那你就设计条例嘛 就如果说你是没有出租的 你只是自用的或是给自己之女居住的 那他会有其他的减免嘛 但是如果说你是拿来做商用的话 他就必须要依照商用来课税嘛 也许可以多解决一个问题嘛 再来是你现在用法人来贷款买房子 把他的成数要降到只有四成嘛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会让有些企业呢 我去租房子嘛 租办公室嘛 那听起来OK啊 但是又回到了 那我租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如果说是大型的办公楼 那他可能按时的缴税 但是有些中小夕他可能租的是房东的房子 房东的店面 那房东如果说没有如实的去做登录缴税 那你这个不是还是一个逃漏税的问题吗 我没有说这样子的东西 他一定不好 但是有没有想过 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更好的去处理 如果说你今天只是把所有 有可能炒作的去抑制 那你得到的结果就是 他会想到新的方式 新的方法来去突破你 那但是现在因为景气稍微就没那么好 景气好的时候一定会有新造出来 你与其这样的一步 干脆就是好 你们都可以 但是每一个我课的税不一样 而且呢 你如果要有第二户的话 你必须是要公私法人 那这样不就 你很多问题就有其他的法律 可以去管理了吗 那即使是你法人要转售 一般自然人要去转售 你去课的税也不一样吗 那大家就会去思考该怎么做了吗 那你都还是有正常的照税收去处理 不是比较好吗 再来就是我讲过很多次 就是如果说这是执政党 还是觉得这样子就会有帮助 你不去处理租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的选情还是会很辛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目前的执政党之前 有多数的年轻人选票 那多数的年轻人 还不一定到买房的阶段 他可能还在租屋的阶段 在租屋的阶段 你的问题就没有解决 你觉得去讲居住正义 会让人家感受到你有心在做吗 这个很难 有时候在执行这政策 就有点像互相在斗 你要这边的选票 那你就是去逗房东 帮助这些准备要租屋的 租屋客去逗房东 这种感觉 你不去逗的话 那这些人就不会逃给你 所以也就是说 他必须还是要回到 最重要的租屋市场去 你现在在那边针对法人 你是怕他炒住或干嘛 可以 但是你回到最后的问题 还是你这个没有解决 但是你说禁止法人购物 对于房地产整体的影响 会不会有 当然会有 这样子的话 前段时间有很多人讲说 这个景气下修的时间 应该着眼于商用不动产 比如办公室的出租的 但是像这样的话 那你不让公司买商用不动产 你感觉上这个门槛 就是要阻止他买 你不是说让他有一个限制 比如说你买一栋是怎么样 或者说你买一户是怎么样 多买了几户以后会变成怎么样 不是这样子去做 基本上就是让他们 最好是都不要买 这个时候不要去做炒作的感觉 那这样子的话 得到结果是 那这些公司该怎么做呢 那最后他还是要跟房东租 房东租 那你又管不到 你政府又没有好好的去管 那最后得到结果是 感觉好像是在土地房东吗 当然我怕房东骂我 房东大家不要骂我 好不好 就是我们回到一个很正常 就是我们当然希望 每个人赚钱都能够 依照你赚的比例去缴税 那你们合法的去结税 我觉得这是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要直接逃漏税 那这样子的话 会让多数人觉得相对剥夺感 就是我一个月才赚多少钱 我要缴税 租房子给我那房东 哇整条街上都他的房子 他没什么在缴税 那是不是感觉很不舒服 就像是比如说国外的 有些商业巨头 他有各种方式去减免他的税务 他税缴很少 反正在底层的人缴税缴很多 就让大家感觉不舒服 其实讲实在话 如果房东们 你们真的是用公司去经营的时候 你其实还有蛮多结税的方式 只是你不愿意 是因为你现在连税都不用缴 所以他禁止司法人去购买不动产 我觉得他还会衍生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如果用租的话 这个房东是不是他就有机会逃漏税了 讲到大家说公司要登记 你登记在这边 就是一定房东就会知道 你就会一定房东会要缴要税 不好意思 台湾是中小企业居多 很多公司是这样子 我公司登记在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我是每个月付多少钱 但是我办公室租的地方 我房东是不让我报税的 很多这样子 大家不要理想话 就是我们租一个联合办公室 只是让你放牌过去的 但是你实际上办公的地方 房东是不让你报税的 很多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会衍生的 就是更白热化一点点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房老吉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